这个云姐呢 有什么把一个很混乱的东西 给李顺的经历吗 有混乱的东西吗 就是云姐去了 去他一个朋友家 看到他们家就收纳特别好 回家以后云姐买了大量的收纳盒 然后我的很多东西就从此找不着了 就没了 就找不着了 因为他就收纳的 但云姐很爱干净 所以你也别生气 很爱干净 就是他收纳特别收纳 但是呢 他的收纳呢 就是说弄很多盒 把原来在盒外的东西放进盒里 然后呢 就 就多了一层盒 把小盒放在大盒里 不是 因为他是在那一堆垃圾堆里乱糟糟 才能迅速找到东西的 当全部都归类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哇 这么整齐 哪个 就是找这一样 他不是 哪个东西他就找不着 并不是这样 他其实很多东西 我原来放的很有规律 就一弄会完全找不着 你有你的规律 有规律的 就是我知道的东西 他都我都要归类放着呢 但是没有在盒子里放 乱七八糟 一堆就像他的这个 这个一样 我觉得我跟君哥有点像的 都很乱 吓得我 没有没有 我是说桌子真的也很乱 像衣柜的 衣柜嘛 啊 衣服 各种不同的衣服 乔恩他帮我放的时候 他会帮我把 黑色全部放一起 白色全部放一起 他有他的一个 然后我就找不到东西了 因为你黑色全部在一起的话 我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所以我 我会 为我自己的方式来放 就是我会放不同的颜色 一二三四五 不同颜色 然后这一套是 可能是打球 打球穿的 这一套出门的 那这边是出门的什么的 这边是家里的 字的 这样子